高雄福山里的长辈们 认真听着台上讲师分享着 媒体试读以及防放AI诈骗的知识 因为在这个资讯爆炸的时代 有很多讯息不再是有图有真相 眼睛看到的也未必是真实的 虽然仿炸推广持续进行着 但是AI科技日益发达 好像还需要在多家超悬部署 学找更多的仿炸知识 我们家电话也有被诈骗好几次 很意外就是都会用AI的绑 我们真的就是我们自己的声音 也绑得很像这样子 就很容易被骗 其实反诈骗这个宣导可以 我们在平常就是我们自己辖区的 派出所的警员也都会一而再 再而三而来宣导 可是那个诈骗的手法日信月异 有时候真的是宣导还来不及 都赶不上那个诈骗集团的这种 手机要怎样去辨识 还有你要怎样去了解 然后我们觉得很高兴 让我们可以带回家去跟 邻居跟家人劝导 还有有讲真打 我都答对了八题 很高兴 我今天获得很多的知识 随着科技进步 不管是文字图片影片 都可以经过伪造或是编辑 甚至连说话的声音也可以模仿出来 像是课堂亮相的AI主播小佳 从外表到播报的声音 都是使用AI深层制作 长辈们看的都表示很惊奇 上网课后也分享了自家反抗科技 网证诈骗的小佩婆 现在就是会先怀疑 不会马上就是立马有做什么反应这样子 可以在自己的家里面 设一个通关密语这样子 以后你打电话 就是询问自己的家人 会先通过那个通关密语 然后来确定说 是不是真的还是假的这样子 我觉得这个还蛮适用的 其实不管哪个年龄层 都应该要培养自身的 媒体试图素养 因为假讯息越来越多 诈骗手法也是五花八门 在这个时代对任何不确定的消息 都应该要做确实的查核与了解 之前我们也是有遇到 国小的老师又被诈骗了 那所以这个宣导可能还要再 不是只有对老人要宣导 这是各年龄层的人 都是需要去做一个宣导的 现在的人都是人手一机 除了一般的电话接听 通讯软体以及语音平台 也会收到许多的图文和语音 透过媒体试读的课堂学习 也让大家的媒体素养持续提升 记者双军高雄报道 媒体素养战战战